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所谓原发性 即是柏金信症 但柏金信病症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例如不停的脑部受损 头部不停撞击 像阿里 打拳 虽然有个拳套也好 但不停被人撞击的头部 不停的脑部有微小的创伤 便会导致这情况 有些病人很不幸 可能因为有抑郁的情况 很年轻 可能自杀 有些病人所谓是烧炭 烧炭后那些一样化炭 都会破坏脑内某些区域 而导致柏金信的现象 柏金信的现象是什么呢 其实柏金信的现象不仅是手震 简单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病症 其实有几大范围 第一件事当然是震动 我们的震动来说 通常是静止震动 我们所谓的手在大腿上 它有时都会这样震 反而它震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震 放下的时候会震多一点 第二我们看到震动有时 好像捉弱丸 好像捉弱丸 不停地震动 手在动 除了震动之外 另外动作会变得缓慢 譬如我们很多次叫病人伸手出来 我们叫他合起手 它会一边快一点 一边会慢一点 动作没有我们正常做得那么快 还有一些叫僵硬 僵硬不是一般就是僵硬的 正式学名叫齿轮式僵硬 因为我们帮病人斗力 拉一边放松 动手的时候 我们正常来说是很松的 但它就会很硬的 好像拉了一条橡筋 但硬之外 由于它的震动 所以就会一下一下阻振一下 所以叫齿轮一下 齿轮式震动 有些病人的面部表情会少 面部表情是僵硬 好像木模表情的情况 如果有这些现象 其实也一定要看医生 由医生判断是否患上柏金讯的情况 成因除了发断撞击之外 还有什么成因 一般人来说 他不会每个人都会打脱症 但是又有柏金讯症 或者所谓这个疾病 有没有年纪 是否年纪大 年纪越大机会是高一点 不过最常见是50岁至70岁 其实到八、九十岁左右才发病 也会少一点 很年轻又会少一点 很多时年轻的病人有这个病 我们想想会不会是遗传性的问题 因为刚才说 你说不是很多人有撞击的头 为什么会这样 现今医学上来说 成因暂时不知 只知道是因为脑内的黑质 或黑体内少了多巴胺 很多时是没有原因 但当然有些病人可能是基因的变异 有些人有些遗传史 可能有染血的病 如果年轻又有这个病 尤其是45岁流下 很多时都需要做一些血液的基因测试 看看会不会有些基因变异的情况 引致这段金顺症 现在医学上很进步 如果有这个病来说 也不需要觉得好像没得医 其实有些药 一方面减低病症 减低震动 令手脚活动能力高 行动方面会快点 撕碎会快点 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保护性的作用 新一代的药物 希望可以减低脑内多巴胺的流失 从而希望病不要太快去步向前 那个认知没有影响 她的手是震的 像你一样 你出来都可以在观众面前 在镜头面前也有些教会 但她其实都清醒了人 本身的柏金信症不影响记忆 不像认知障碍症那样 但有柏金信的病人 有部份也会同时有认知障碍症 正如你所提到 会否有一个病 令到另一个病又会容易一些 有柏金信症的病人 本身容易有认知障碍症 其实有柏金信症的病人 大约有两至三成 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忆力障碍 有时可能她脑内有些 不正常的发行物质 英文所谓Lewy Body 有时会有很多这种发行物质 积聚在她脑内 从而在幻想柏金信之后的一年之内 很快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的情况 所以如果有柏金信症 我们一定要监察病人 记忆力同时有否衰退 但有些病人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事 甚至乎柏金信十年 记忆力一样很清晰 只不过有柏金信症的病人 是容易有记忆力的障碍 但并不是一定的 我们中风就觉得手怨 麻痹 去找求医 如果柏金信 又会有什么早期的先兆 我们要准备 看医生好些呢 很多时候我们准备 很多时候病人的表征 动作比较缓慢 走路好像开不了步 因为柏金信最特别是不是立刻的 很多时候是 尤其是走路 头那几步最难走 走顺着就没什么了 所谓起步的时候 开步的时候特别最难 有些病人开始会走碎步 小小步 不像正常 每一步很宽闷 开始有些病人会有些手震 正如所提 如我们说 擦若丸 有些人当然也不一定的 不同形式的手震也有的 有些病人会觉得 家人会觉得 为什么他经常不开心 以为他有抑郁 但不是可能他只为 因为柏金信有僵硬 他变成了他目目表情 其实这些可能是早期柏金信的现象 有些人也会说 医生柏金信不是应该两边一样震 柏金信不是早期病症是一边为主 或者一边多过另外一边很多 然后慢慢随着病症严重 才会两边开始受影响 所以别以为 有些病人跟我说 他一边是这样的 另外一边是没有事的 是否柏金信 但柏金信早期确实可以影响一边 不是两边在一起 现在我们的观众一般来说 听到这些疾病之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预防 有没有食疗 现在很流行的 当然很多很神奇的药丸也有 很神奇的偏方也有 或者吃什么水果 多些你就会有什么 其实是否对老部健康整体 或者刚才李医生所说的疾病 其实我们某些食疗 或者我们某些日常的习惯 是可以预防 或者甚至没有改善了某些情况 先说柏金信症来说 柏金信症本身就没有一些很强烈 坊间有什么证据 什么可以减低它 发生的机会 只是一些小型的研究 有可能会有一些病净 停止喝咖啡也有点帮助 是 可以减低患감庄ного信症 主如说老退化症 现在医学上来说 唯一实证多些 就是维他命B Party 那Drive 一些高析量的维他命B PhD 确实对脑部有保护作用 尤其在记忆方面 小型研究发现银行数也有帮助 但这些并不是大型研究 并不是很多数据 但这类型的维他命B链 亦是安全的补充剂 亦是负重很低的 银行是什么 银行数 银行人 银行就会是中约那类型的情况 并不是银行 明白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家中 有些老人家 或者有些年轻人 五十多岁都是只有年轻人 我认为八九十岁才叫做老 可以这样说 以我所知很多时候政府都说 现在退休年纪要达到七十 好像澳洲有没有最新法例 现时我们发现将老的年纪退后了 如果我们有些年轻人 五十多岁 发现家中有这样的银行 或者是老人类外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把家居 或者可以调整一下 或者带着这些出现少少无病的 或者带着一些朋友去处理的生活 我想如果家里有柏金进症的病人 尤其是病人家里 如果是洗澡的地方 如果是浴缸的要小心 因为有时开步会很难 最好将一些 譬如说家里有浴缸的 如果是没有 就改为棋缸 可能他出入会方便一些 尤其是洗澡第一次起步 他可能出不了 第一次起步是最困难 他走顺了可能不觉 可能就需要改为棋缸 至于有认知障碍症的病人家居 都是要注意家居安全 要留心点 还有最好的事情不要转得太快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认知障碍症的病人 尤其是早期 可能家人带他去旅行 很想刺激他老婆 多些见新东西 但很多时候 如果他去一些太新的地方 一些新的刺激他不熟悉 有时反而会带出多些病症 甚至幻象幻觉 病人甚至有时空暖一籠 是更加容易 所以大家这方面也要小心 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 已经是惯了某一个生活的模式 可能惯了吃饭在哪裏 厨房在哪裏 睡觉在哪裏 有时有一些新的环境 他突然在脑内处理不了资讯 有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听过老人痴癌 或认知障碍症的朋友 他连锁了自己洗澡房的树 还没开出去 洗澡后找不到树 是会的 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忘记了 可能他有不同程度 可能他说早期 可能他只是忘记很少的东西 但到后期 可能他根本上 连锁都不会开 即使家庭主婦 煮开菜都不知怎样煮 煮到味道都不同了 这些明显到中后期 比较常见的问题 你好龙医生 多谢你 好 很清楚